台湾女性罹患乳癌的比例相当高 但是一般的治疗过程相当辛苦 而且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引进乳癌术中放射线治疗技术 不仅复发率低伤口美观 还能够减少传统术后的后遗症 治疗成果相当良好 乳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见的癌症 现在对抗癌症病毒有了新的治疗方式 乳癌术中放射线治疗是医疗上的大突破 患者透过此治疗方式不仅手术时间短 降低副作用 而且只需要切除局部的乳房组织 同步完成开刀重建放疗等步骤 它是埋在乳房的里面 就是原来肿瘤切除的地方做照射 它时间大概10分钟就可以了 那照完之后呢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摄影移除 病人身上就没有任何残余的放射线 然后伤口我们这个伤口在开刀房 都关起来那以后就结束了 过去手术需花费5到7周的疗程 对于病患而言 不仅身体累对心灵也造成极大负担 乳癌术中放射线的治疗 可大幅减少并有受苦时间及次数 但前提是肿瘤需小于3公分 那时候治疗是一个礼拜四 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治疗5天 礼拜六礼拜天休息 接下来连续做6周到7周 那么呢因为病人他就必须每天来医院治疗 因此他有精神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而且呢他的皮肤 尤其是乳房的皮肤 会产生很严重 比较严重的放射线皮肤炎 随着医疗技术进步 乳癌术中放射线治疗只需要进行一次 也提醒民众定期做乳房筛检 任何年龄只要一律都能做检查 若身体有异状千万比犹豫 以达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效果 港督新闻张世民洪静怡采访报道